它有满血全功能的USB4接口 三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内部还有两个PCIe 4.0X4的NVMe接口 妥妥准旗舰的接口配置 出现在了千元机的身上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 装置AMD RISON 5 6600H CPU的 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G-MOK M6 准系统只要1268元 16G 512G只要1768元 这可能是今年以来最超值的迷你电脑 千元入门的门槛 已经来到了AMD 6000系 装置AMD 6000到8000系移动CPU的迷你电脑 目前从高到低比较典型的有 2500元左右的8845HS 2300元左右的7840HS 1900元左右的6900HX 1200元左右的6600H 618前您最想买的是哪一款呢 GMK M6 CPU4 RISON 5 6600H 6核12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IAN 660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程 双PCIe 4.0的NVMe SSD 三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交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揽 窍片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是9V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塑料机身 是我们最熟悉的GMK经典外形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全功能USB4接口 双USB3.2A口 后面板 USB2.0接口 USB3.2A口 DP1.4接口 HDMI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19V电源接口 底部 双侧 后部 都有通风口 掰开快拆顶带 这是背部系统风扇 取下四角的四颗螺丝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两条DDR54800MHz的内存 一条2280PCIe NVMe SSD 控制另一组2280PCIe NVMe接口 存储接口 是给够了的哈 NVMe SSD下面是无线网卡 IOS里预设的是平衡模式 这里可以修改显程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下滑跑在了50W 整机功耗跑到了70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1GHz 我们单烤了50分钟 室温3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6度 SSD最高温度48度 我们用GMK-M6mm主机的 锐人5-6600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5分36秒 共计936秒 936秒和以前我们测试过的 锐人7-4800H 还有锐人7-7735U差不多 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甚至超过了i5-1240P 和锐人7-6800U CPUZ多线程4797.6 单线程624.8 多线程接近4800H 7735U 6800U 超过了同是千元价位段的 12450H 12650H 也超过了5600H 5600U不少 GagBench5 多核7927 单核1510 多核成绩和6800U 几乎一样 超过了4800H 400分 差不多5% GagBench6 多核8971 单核2051 和7735U的多核成绩 一模一样 都是8971 超过了6800U不少 超过了4800H 很多 CityBenchR23 多核10614 单核1498 多核成绩只比4800H 高了一点点 不过 单核超过了4800H 20% PASMARK多线程 20891 单线程 3301 多线程比4800H 列为高一点 综合 综合上面的比较 6核12线程的 Ryzen5 6600H 完胜 8核16线程的 Ryzen7 4800H 主要靠的是 更强悍的 单核性能 6600H 要比4800H的 单核 强上 20%以上 然后 看娱乐大师 总分 1045545 CPU得分 559117 我们给Ryzen5 6600H 运行OpenW测试 AES 711965 XX20 396064 CORMARK 309348 在CORMARK成绩上 它超过了5800H 和5600H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T 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110帧左右 原神 1080P 低画质 跑满了 接近60帧 星穷铁道 1080P 低画质 不论跑动 还是战斗 都接近60帧 能玩 这就是Radeon 66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不能和 680M 780M核显相比 看一下3DMARK图形得分 TimeSpy 1564 FireStrike 4928 只有最新的780M核显的一半 稳定度99.8% GECBENG5图形测试 OpenSale得分19340 Volkan得分18169 它和96EU的13700H 在同一水平 但比一众千元机价位的 竞争对手 包括4800H 都要高不少 显示输出 HDMI2.0接口最高能输出 4K60Hz 8位 YCBCR444 非压缩信号 USB4和DP接口 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 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 非常好 连接 索率 OLED电视 HDMI接口能输出 4K60Hz 8位 YCBCR444 非压缩信号 Radeon 660M核显 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印解 本地 4K60帧 AV1视频 YouTuber 4K60帧 AV1视频 流畅播放 原厂硬盘测试 3400Mbps 这配置的是一块PCIe 3.0的MVMe SSD 我们在第二M.2MVMe接口上 接入了一块4.0的SSD 接近4800兆B 这证明两个接口确实是PCIe 4.0X4的 USB4接口外接雷电3硬盘盒 3100兆B 这是满血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WiFi网卡 这次是RZ616WiFi6E网卡 跑到了84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GMKM6 装置了RZ56600H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80W 120W的单超小电源 能够搞定 室温31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42.4度 SSD带机温度38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噪音56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48分贝 GMK吉摩克M6 它装置了MD-RZ56600H CPU 出厂50W的功耗释放 性能相当不俗 在千元出头价位段的小主机 它不但祭拜了上一届的卷王4800H 还让12450H 12650H 5700U 5600H 5800H 相形见处 可以算是今年上半年的新卷王 千元出头最强大的 高性能入门小主机 在千元出头的小主机中 第一台提供了满血的 全功能USB4接口 不但能外接雷电3硬盘盒 还能外接PD输入和DP显示输出 总共达到了三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也成为了标配 内部设置了双PCIe 4.0X4的接口两组 这在去年也只有旗舰和准旗舰才能配置到 从接口兼容性来说 它已经是准旗舰的配置了 缺点还是我们对吉摩克的老生常谈 HDMI接口还是2.0的 我是很希望在千元入门机这个价位段 找到把HDMI接口做成满血2.1的小主机 因为英特尔从低到高都是2.0 才是不包希望的了 而MD这边680M核显和780M核显 是支持满血2.1的 这台是660M核显 GMK没能支持满血的2.1 总结一下 50瓦的性能释放 多线程性能完胜4800H 熔灯今年新卷王的宝座 散热优秀 金银针一般 满血全功能的USB4 三显示输出 双4.0的NVMe接口 接口兼容性完美 1268元的准系统 16G 512G的配置 1768元 这是一台2020年目前最超值的高性能迷离小主机 千元机最强性能 千元机最完美接口 还要杀自信车呢 目前我认为它最值得购买 同比12650H的小主机要多少钱啊 比这台只贵不便宜 推荐给所有需要第一台高性能迷离电脑的朋友 花最少的钱得到不熟的高性能和接近完美的接口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